你好 我們是花冬粥 吃到花冬粥 鐵馬彩花冬的攤位上 瀰漫著濃濃的觀光風情 離鄉求學的花冬子弟們 熱情的讓大家體會台灣東部的美好 我們鐵馬彩花冬 會是會這樣子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不只有賣商品 然後還有就是談到文化 然後而且我們還有深度的旅遊 所以我們才會取這樣的名字 就是不想當當只有商品的部分 然後還有帶到我們花冬的一些景點 文化還有我們的旅遊 深度旅遊我們是還有 就是不像一般出團區旅遊 我們還有就是 我們當地人帶他們去到我們的家鄉 然後介紹我們的土地 給他們認識這樣的感覺 攤位上顧客絡繹不絕 每樣花冬特產都令人垂涎 綠茶餅人他是來自台東的過夜高台 他們都自己種茶葉 然後在手工製作這個餅乾 吃起來就是濃濃的綠茶香味 這是我們廣深潭的羊羹 它是花蓮玉米的特產 而且它有很多種口味 它有綠茶 砂糖 蘋果 蜂蜜還有烏龍茶 除了綠茶餅跟羊羹這些美食 現場也有花冬的文創商品 今年的花冬粥多元又充滿活力 為師大的校園帶來無限朝氣 校園記者 林子玲 陳凱欣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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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